来看到了台中公托即将迈向七倍增 北屯区第三座公托 公托北屯旧社托英中心新开幕 自卢秀燕上任四年多以来 公托已经有五座增至34座 收托数超过了900人 接下来会持续推动公托倍倍增 将开办公托至60座 预计收托数也将达到现在的两倍 创名激进的收托空间 还有学习区跟活动游戏区 卢秀燕来参观不愧是妈妈市长 立刻有小朋友粘上去 新开幕的北屯旧社托英中心 原本是北屯家庭福利服务中心 北屯妇女及新住民陪力中心所在地 社会局盘点空间后增办托英中心 为人口增长快速 年轻家庭众多的北屯区 带来更完整的福利服务 报名踊跃 能抽中 家长好开心 也蛮好的 然后价格也便宜 然后离家很近 鲁秀燕上任四年多来 公托已有五座增至34座 收托数继914人 接下来持续推动公托倍倍增 将开办公托至60座 预计收托数也将达现在的两倍 上一届是公托倍增 那这届是公托倍倍增 那所以预计这个任期 还要继续做30座左右 鲁秀燕也坚持台中家长育儿负担 六都最低 希望能让台中的年轻人 赶身 乐养 记者全一 吴祥三 台中报道